细细碎蛋与腊肠香肠共舞 粒粒百米加入战局 来个双料抛街翻腾飞舞 饭与料在空中炫技 热火加温 百米染上一抹焦黄 晶莹剔透的米饭带着油亮光泽 炒饭粒粒分明 香Q又嚼劲 腊肉香肠咸香开胃 依简单料理 占线不平凡功夫 老板王文正念序幕 却在餐饮业打滚超过30年 岁岁年年守着餐厅365天不打烊 更坚持融入在地食材 做出自己的独家特色 唯有在地化才能国际化 就是我们用在地很多的食材 放到我们的菜里面去 您在都市吃得到的料理 我们也跟你们做一样的话 那就没有特色了 木桶蒸炊糯米 凉凉白烟夹带米粒淡淡香气 老板轻轻搅拌 替白米散热 接着慢慢倒进红麴融合 酒红之一渗入 瓶盖松松盖上 等待有氧发酵 这是一种会糖化的黴菌 它需要氧气来给它成长 厚实大块的煮五花肉 在锅中煎出正正鲜肉香 四面煎出焦黄 加入绍兴酒调味 酿造酒香更凸显肉香 接着发酵完成的微甜红麴上场 眼力色泽 甘甜美味 瞬间喷发 当然不能少了鹿肉主角酱油 老板加进大量绍兴酒 是料理甘醇浓郁的精华所在 焖煮超过一小时 哇我看到没 油亮亮的 浓稠酱汁紧紧衣附在食材上 如余晖般的火焰夕阳红 迷醉眼球 缓缓夹气肥瘦适中的五花肉 Q弹软嫩细细咀嚼还会回甘 搭配伊纳古香米层次更升级 这道被王文正称为家传味的卤肉 也是他传承厨艺给儿子王冠祥的第一道菜 是国中的时候啊 我爸爸有教过我怎么卤肉 爸爸他教我也教蛮多的 一手捏着丸子 一手用汤匙舀入热水中 还能滔滔不绝的讲解技巧 店内厨艺就是是王冠祥的小天地 结合普里名产 角白笋香菇做成的Q2共玩 是他的创意 未来还想做成真空包 增加饭手管道 扩大收益 西式管理 倒进传统中餐厅 父子同心修正改革 加入新元素 把国宴级餐厅带往新未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